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对你的爱就要珍惜 词曲 李宗盛 我回去 词曲 李宗盛 主编 你在天台上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啊 整个公司的人都上去了 这 快看陆主编和童小勇又在这儿呢 慢点 你们都不下班 我要在这儿 童小勇 我活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我也不想活了 童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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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了 童小勇 听我说 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那甚至还是家庭 我都答应你 童小勇 你放了 童小勇 说我自杀 童小勇 你说我们俩在这儿过了也好吧 童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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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一起迟到呢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这项链你再敢给我弄不见你就死定了 赶紧给我分开 什么情况 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吗 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吗 不记得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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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跑到我们公司这儿来 这要是被我们主编看到了我就完了 我又不怕他 我怕呀 你不知道他可难伺候 所以说嘛 你更应该换一家更适合你的公司 这是我们严格最近一年的成绩还有作品 这是我们严格最近一年的成绩还有作品 虽然不招一家更适合你的公司 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但我觉得还是需要让你先了解一下 我有个问题 好 你问 我资历浅 经验又不足 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一点啊 我看中的是你自己 看不到的那份潜力 对于设计师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热情 我相信一个随身会带着针线包 同时知道每一份布料来历的人 一定是对设计充满了热爱的 你要给自己一些信息 同时也要相信 我们严格的造型能力 再好的设计师也是需要包装的 那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啊 尼基是你为妈妈设计的吗 等一下 喂 主叔 童小英 你在哪儿 没事吧 你先别着急 我一会儿先回家 然后过来找你好吗 快来报个面果啊 你先忙 回头我会把这些资料都发给你的 记得好好考虑一下 行 你们在搞什么 这副怎么能在地上呢 这这这大连力怎么教的 好 紫禁紫禁 来来来 快啊 来来来 你垃圾桶一定要放在这边吗 我去趟是 我去趟是 一会儿我去趟 我去趟 为什么刚才记得 你会知道陆任的事情 是是是 主编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陆任哪 有一篇稿子 他已经上新了 你看一下 这 你不会念吗 陆任的学生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陆任教授禁止他们看《奇奇》杂志 教授是这么说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奇奇》杂志 并不是一本时尚杂志 只不过是把一些流行元素 堆积在一起的画册 要知道 时尚和流行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人太没有文化了 你这 去找奥林匹克跑咖啡 好 主编 您真是贵人多往事 您把奥林匹克 我 不是开除了吗 小悠 大哥 小悠 怎么回事啊 打电话也不接 快急死我了 对不起嘛 我昨天喝多了 你喝酒了 你没被欺负吧 还怎么可能 是我童小悠被欺负 你童小悠是怎么了 你可是倾国倾城的小悉 行行行行 我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的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你能用什么好消息啊 我还是先听坏的吧 我辞职了 你不是被开了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好消息 陆言之邀请我去严格当设计师了 这是喜事啊 包哥 点开 来了 还是老样子吗 不不不 这次我们得吃点好的了 等会儿 巴子还没一撇呢 万一明天又变卦了怎么办 机会来了你就好好把握 你这一句欢迎了 那怎么回事啊 不是 宋主你想啊 你看我这辈子 什么时候这么顺理过 万一又有意外怎么办 大姐你又来 我都看好了小悠 一切的事情 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你就大胆放心地往前去吧 真的 整理好心情 大胆地向前冲吧 好 冲 哇 这是要准备冲去哪里啊 嗨 陆言之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来找包哥拿我那天 落下的工具 你好 你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我能包到你就最好了 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主编叫我把这两条项链给解开 解开倒是挺简单的 主要是这两条项链长得一模一样 我都不知道哪条是他的 我也不得问他 一问他就又要出到他的眉头 就这么点小事啊 小事 主编说了这个项链比我的命还重要 项链给我 其实这两条项链啊 虽然它的吊转是一样的 但是链子上在做的时候 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当时时间比较紧了 所以我就没有换一条新的 好了 这条是你要的 这条是我做的 这么聪明啊 谢谢 真的谢谢你 救命之人 不用跟我客气 你出的项链的画稿 我来执行 所以这是我们俩的合作 不存在谁帮谁的 建立工具用一下 好 好 既然是合作款 就应该留下我们名字才对 哇 TL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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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变化得太突然了 也太不真实了 严格是真实的 陆言之也是真实的 这就够了 昨天晚上在天台上 他好像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什么了 具体说了什么 我一点不太记得清楚了 你管他说什么了呢 现在你期待多年的尼姬设计师 向你发出出之邀请 男神和尼姬都近在眼前 这就够了 你说得对 好可怕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家里出的呀急事 要去医院 不好意思啊哥 谢谢哥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我 我刚刚换了电池 这 这怎么回事 不走了 小姐 这是您的 恭喜您 主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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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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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是 再见 回来收拾东西啊 嗯 搭在工作了吗 找到了 再严格 你觉得严格 为什么会用的 当然是因为我能力优秀了 我都辞职了 你还管我这么多干吗 不管是你辞职 还是我开除你 只要你离职手续没有办完 哪里都不准去 好 没问题 我刚刚跟你说的 你都整理一下 晓得 你来啦 我等你半天了 来 过来 先吃个水果 先尝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 快 尝一个 尝一个 你吃吧 我 他 我 今天啊 我去超市 自己亲手洗 亲手切的水果 夏日解暑的西瓜 哈密瓜 给你补充维生素的 这个你拿去吃 我 给你谢谢主编 来 我觉得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要再用这种 跟我炒废闻的方式 对你也比较好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不管你怎么说 没关系啊 我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上面 好了 我不打扰你了 走了 别吃了 有请 你还喜欢自行车啊 收藏了这么多东西啊 对啊 那个柜子里面 放了有很多都是 国外的设计师设计的 这 你还摆了台织布机 对啊 你可真是个老古董 有些年头了哈 我还是第一次 带别人来我的工作间 千万别笑话我啊 怎么会 我感到荣幸还来不及呢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啊 是我第一个手工作品 年头有点久了 所以看起来有些粗糙 真看不出来 你真表面上看 表面上看起来怎么了 没事 实话实说嘛 就是你外表上看起来 像个玩世不共的富二代 但实际上你却是个 心思细腻的文艺青年 这听起来 应该是一个夸赞吧 就是夸赞 好了 我带你来了我的工作间 接下来我带你去看一下 你在盐阁的办公室怎么样 办公室 对 在这个流程还没有走完之前 我想我应该不能来严格 没关系了 办公室我会为你留着 这个地方随时欢迎你来 好 主编 您跟温惜之间的事情 我这需不需要找点媒体的朋友 给解释一下呀 不用 现在澄清不是反而更让人家觉得 此地文艺三百两吗 哦 方便吗 陆主编 早上我收到一批杂志渠道上的电话 都是来退货的 还说下一批杂志也不预定了 还有很多广告商打电话来说 要撤销下一批的广告预算 我知道了 这问题出在哪儿 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知道了 我会处理 好的 是 我的老板 好 喂 喂 陆主编 难道你打电话给我 是不是有什么独家消息给我呀 为什么最近我的新闻这么多 陆老弟 对不住啊 喂 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我们部门已经很努力了 这边 没关系 我觉得群装也很好看 阿林匹克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行为算什么 矿工 是我找小刘过来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我已经辞职了吧 一文报告下来了吗 我答应了吗 陆主编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员工总有来去自由的权利 我的人没有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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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也去潮衣服一下 主编 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离开翅膀啊 没有我的允许 哪里都不准去 下午去对接一些事情 否则就等着付赔偿金 还有 公司最近的 负面新闻比较多 所以我想要办一个展览 你帮我对接一些媒体朋友 可是我 今天破例 让你回家办公 这不是有店吗 那我先回去了 进来 社长 最近公司事务特别忙 我都应付不过来 所以特地来请教一下您 找陆星成嘛 没有什么事他办不成嘛 杂志的问题呢 也跟陆主编有关 您再不出来主持大局啊 这么多年 您为负责付出的心血 真的是白负责付出的心血 没那么严重吧 行 我知道了 这个事我会处理 好吧 那好 谢谢社长 那我先去忙了 嗯 你好好地探什么气啊 你好好地探什么气呀 我 我们公司最近要搞一个展览 挽回一下最近不太好的风品 可是给出的策划时间也太紧张了 以你现在的水平 上杂志没问题 但作战了 是不是严格有点太夸张了 不是严格 是这个 我离时失败了 发生什么事了 陆星成好端端的不知道抽什么风 非不让我走 说如果我要走的话就得赔回约金 这个陆星成好奇怪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你疯了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行了 你快走吧 别打扰我 我还有八百个设计师要对接呢 喂 你好 请问是董小悠吗 是啊 您是哪位 我是周末新闻的机装 我打电话陆星成没有接 我手上有陆星成害死人的资料 如果不想曝光出去的话 请他晚上八点到越野餐厅见面 害死人的资 你是不搞错了 我们主编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他助理 我是 也不是 喂 害死人 主编 您让我买的糖我都买到了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糖啊 童小悠 喂 小悠 喂 大力哥 那个有个记者给我打电话 说他手上有什么 主编害死人的资料 你能不能跟主编 行行行 你别着急 慢慢说啊 主编也在旁边呢 你等一下啊 我按免贴 主编 是这样的 那 那个 周末新闻有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 说他手上有你害死人的资料 让你晚上八点去越野餐厅和他见一面 好 我知道了 主编 你不会真的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发现了一份十年前的车祸资料 此事 和您脱不了干系 你想要什么 五十万 行啊 那我就只好把材料放出去了 笔在我手中 写得不好 你可别怪我 你应该还有一家人要养吧 我看你这个年纪 要转行应该很辛苦 鲁星成 你威胁我 我怎么敢威胁你 我只是劝你 你说的材料 如果不是公安机关 查证授权的证据 会很麻烦 主编 糖我都放这儿了 进来 好 大力 你去帮我把合约拿过来 好的 你们忙 怎么了 这是偷拍的照片 这个是视频 录音 还有档案 我跟您说 告诉陆主编 有的是人愿意出钱 我将以敲诈的名义起诉你 现在证据在我手上 欢迎你过来取证 不用谢 我发现了一份十年前的车货资料 此事和您脱不了感谢 你想要什么 五十万 谁要谁 真的不用谢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用的东西就是了不起的 你的展览怎么样 就那样 就那样了 你给我 你看看这个设计师的配色这么大胆 你觉得你放在这个角落人家会看得到吗 应该一到这边来啊 放在灯光下 这个裙子它是不是也会更好 一个将来要做设计师的 你要懂得怎么样把别人的作品的优点 做一个最大限度的放大 这样你才能真正帮助到它 你的问题就是你太依赖你的天赋跟灵感 任何事情如果每次都依赖你的天赋跟灵感 有时候只是锦上添花 你还是要靠着你的勤奋跟刻苦去做 这样事情才会长久 明白吗 明白吧 主编 主编 一字听你说这么多话好不容易哦 谢谢你对我的指点 你觉得我想听你说那么多废话吗 滚 我这儿就去现场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身边都是废物而已 这么多题去哪儿啊 现场 拜拜 主编 主编 这是您要的广告合同 这是展会的合同 好 这个 哦 因为啊 时间来不及 请不了那么多记者 就请了当地的一些那个知名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为什么这一次又是这个人呢 我记得很多模特都说这个人手脚不干净 刘晨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短时间内能做得了秀的只有刘晨 所以我们找了他 我们去展会 先生 请 好 谢谢 陆总 你怎么来了 好歹也是业内的真名人士 来参加你们这个的展览 不奇怪吧 不奇怪 是我招来不招 稍等一下 那我先过去 一会儿再过来 好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一个小时内转账给我 不然 我就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你等我一下我们见面台 好 关于陆任的采访 准备得怎么样了 陆主编把那个采访给卡住了 这陆主编呢 就是太傲娇了 不肯主动迈出这和解的第一步 童小悠 你要让同事认可 你要将功补过 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 明白吗 明白了 副主编 这是陆任太太的联系方式 是 这可是我的关系 所以你说话务必要谨慎一点 好的 现在立刻 马上打 是吗 喂 您好 哪位 你好 请问是陆任教授的太太吗 是啊 你哪位 我是这个杂志主编的助理 我叫童小悠 然后我 你哪来的电话 我们是想邀请陆任教授做一个专访 你们杂志设作采访前都不做功课的吗 陆教授从来不接受你们Trick的专访 抱歉 但是我 这也太凶了吧 啊 饿死我了 佟小姐 这一刻的晚会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 谢谢刘诚哥您的帮忙 您客气了 我希望以后能为你们做更多的晚会 谢谢 对了 庆功宴上陆主编的发言稿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那咱们换个地方去确认一下 行 走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的稿子放在包里了 我去拿一下 其实发言稿什么的并不重要 说实话 我办了这么多的展会 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设计师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离我远点 离开吗 你紧张什么 我有什么都没干 对不对 你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走开 你 你干什么呀你 没事吧 佟小姐 放开我 没事吧 什么情况 喂 你在哪儿 小悠 你都要做什么 我什么都没赶路主编 她自己晕过去的 你 我 什么 我都没碰过来 小悠 来 来 主编 不好意思 打扰了 进来 乌兰祠堂 我去见个人 你叫我保他 为什么 他低血糖 这么远动啊 这么远动啊 喂 我 我 我 不太合适吧 接 接一下电话 我 我是佟丽亚 童小悠低血糖了 我们在 贵宾室 不好意思啊 我 我 我睡了多久 也不算太久 那展会 现在都结束了 请过来就好 刚刚看你低血糖晕倒了 可怕我吓坏了 我又忘记带糖了 还好有你 有没有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呀 好多了 回去休息一下就好 那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喝了酒 那 你开车 我们去吃点东西 好 我也好久没做过副驾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喝酒吧 还得麻烦你开车 没事 我可是考过驾照的 就是好久没有摸方向盘了 不用紧张 给你放点音乐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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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怎么会出来 我 我 我不是叫 我 你是说童小悠啊 我把她交给陆言之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这 主编 你刚才约了谁啊 没这句上司会场啊 不不不不 主编 那个 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今日播报独家报道 著名市场杂志 Cheek主编陆行车 在十年前卷入一场车祸 肇事悬案 该车祸造成帝王死亡 多人受伤 再继续 嗯 看车祸 对 我 这 这 这 只能还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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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